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加拿大 我很坦白地跟你说 刚才我都说了很多次 这边管制等于没有管制 所以他省不了很多钱 在管制和不管制方面 但是反而他们着重 在一个着眼点就是赚很多钱 这是正式的 因为刚才卓飞也说了很清楚 当你去禁一件事的时候 当然价钱就会贵了 所以才有不法分子去做 所以我们才有见到很多smuggling 有很多人去做一些非法的东西去买 所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开始听到 为什么那些人说毒品 一定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一定是一些非法分子去做 因为这样嘛 因为正常途径拿不到的话 那些非法分子拿到给你 就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你才拿到 你又想拿的时候 那就要给很多钱 那所以整件事 又有这样的效果出来 那所以如果将 正式去开放了的时候 当然了 多了很多supply 很多地方可以拿到的时候 价钱肯定是可以压低 而非法分子也都不需要 只要说只有我有的时候 他们不需要做这件事 所以自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其中一种普通 可能一种药用或者一些消遣的东西的时候 就不会变成价钱会到这么高的时候 去到刚才卓飞说的重点 就是有一些人是一定要用的嘛 医药方面其实是每年都有用的 那你要想为什麽医药方面要用呢 是不是没有其他的西药或者其他的药 或者其他的一些草药可以代替到呢 明显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才有人一直用的嘛 如果不是禁的都要去用的 是不是傻的呢 那所以其实 就是其实每一点其实都是很复杂 可以很深入去想清楚 不是就是在 简单一方面说 啊他有用的 或者啊他很开心的 啊他便宜了我就试了 其实就不是那麽简单了 整件事 节目重温